那么这么富有的一个盖帝 他的家族比较庞大 他结过很多婚嘛 生过孩子嘛 生过很多孩子 所以他的家族的庞大 就躲不了一个魔咒 就是富不过三代 所以有人说他坐拥金钱世界 也买不到幸福 所以我们老说粗茶淡饭 过一个平常百姓的日子 是一种幸福 那么他的长子呢 就是由于压力太大 什么叫压力大 有钱就有压力 没钱的人都说 我没压力我没钱 有钱我也不会有压力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对应 你能控制的钱 比如你觉得我的能力不错 我能控制一百万块钱 所谓控制 就是你能让这个钱再生出钱来 你说我会花钱 那不叫控制 那叫你控制不住 如果你说我有一百万钱的控制能力 我拿一百万 我可以让他增长 那算你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人呢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我当时很纳闷 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叫王安 中国名字 三坑王 安全的安 这名字很好记 他是美国人 他生于1920年 1990年7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就是 他生在哪呢 生在上海 他是江苏人 那么他是一个发明家和富翁 40年的时候 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 45年呢就赴美留学 那么48年的时候 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物理学的一个博士 51年呢就创作了自己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非常有名 就叫王安实验室 后来呢 他就成为了电脑大王 你们今天啊 在键盘上敲击的这个电脑 跟他有直接关系 1986年 他曾经获过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 1988年的时候 还登上过这个美国发明名家的 这个发明家的名人堂 但是他今天 我问了很多人无人知晓 他只是捐献了三个图书馆 还留在市上 你知道当时的他的 在电脑中的地位远在比尔盖茨之上 如果王安在不走错路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的最强大的电脑公司 一定是王安的公司 你想想一个人 如果你发了财 我们就是按照老百姓 的一般的说法 就是你发财了 你不去做文化的事 如果你在文化上没有建树 一旦你过世 世过境迁 就没人记得你了 所以美国富翁历史上有名的富翁 能够被我们今天的人熟知和记住的 都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做了事 不管你是做大学 做图书馆 你还是做艺术馆 做美术馆 做博物馆 一定是要向文化致敬 向文化靠拢 盖迪呢 他有那么多钱 很多人好奇说他怎么发的家呢 他爹有点钱 193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30年很久远了 距离现在 我们算一算 有八多年了 盖迪的父亲死了以后 给他留了五十万美金 1930年的五十万美金 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在这之后的二十年呢 他就利用这五十万块钱 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桶金 我们第一桶金 一般都是自个儿去捞的 但是他这第一桶金是爹给的 在这后来的二十年 从1930年到1950年呢 他在股市和石油界的不断的投资 扩张 一直到了1953年 科威特这个机会来了 他在科威特边境 打井成功 迅速就积累了石油 你知道 那时候全世界依赖的 这个能源就是石油 所以他用了很短的时间 不到三年就积累了十亿美元 成为了美国首富 你今天说啊 有十亿美元不新鲜 中国现在好多人都有十亿美元 但是你知道在 六十年前 十亿美元的那个 那个当量级 那时候十亿美元啊 比如我们换算成艺术品 那就今天卖上亿的艺术品 当时可能就几百美金 所以那个时候的十亿美元啊 让这个保罗该地连续二十年 保持了美国首富的地位 一直到阿拉伯国家啊 把石油收回国有 多少有点赖批啊 把石油收回了国有 才让他的财富的爆发之路呢 止步 那么这么富有的一个盖地啊 他的家族比较庞大 他结过很多婚嘛 生过孩子嘛 生过很多孩子啊 所以他的家族的庞大 就躲不了一个魔咒 就是富不过三代 所以有人说他啊 坐拥金钱世界 也买不到幸福啊 所以我们老说粗茶淡饭啊 过一个平常百姓的日子 是一种幸福 那么他的长子呢 就是由于啊 压力太大 什么叫压力大 有钱就有压力 没钱的人都说 我没压力 我没钱啊 有钱我也不会有压力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对应 你能控制的钱 比如你觉得我的能力不错 我能控制一百万块钱 所谓控制 就是你能让这个钱 再生出钱来 你说我会花钱的 不叫控制 那叫你控制不住 如果你说 我有一百万钱的控制能力 我拿一百万 我可以让他增长 那算你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你说那我可以放大十倍 一千万 放大再放大十倍 一个亿 一个人 我们说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一个亿的现金 他绝对 会出问题 这就是说他控制不了 每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当他控制不了的时候 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 那么他就有可能选择另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保罗盖地的长子呢 就选择了自杀 那我想他可能算抑郁症的一种吧 那么每个富翁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继承 所以这个继承的重任 就落在了次子身上 这个由于长子自杀呢 这个次子就比较受到娇宠啊 所以这个次子就染上了一个恶习 稀释毒品 我曾经啊 跟很多年轻人 包括跟儿子都说过啊 儿子当年一个人只身出国 我跟他说 人生啊 有两件事绝对不能碰 这两件事一定使你不幸福 绝对不可能使你幸福 今天我可以跟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说啊 这两件事很简单 一个毒 一个赌 稀释毒品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 赌博绝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这两件事啊 人一生中绝对不能沾 你沾了这两件事 你的生活一定就变得不幸福 不管你有多少钱支撑这件事 对于保禄盖地来说呢 更大的这个问题发生在后面啊 就是他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男人是这样 他如果有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第二次第二任婚姻容易放纵 因为第一任呢 都是一种原配啊 我们过去讲原配夫人 如果他在后面还有连续几任妻子呢 他反而变得比较轻松 因为他觉得这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的自如 第二任的妻子很容易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娇宠 所以他的孩子就变得 就是无人能管 是吧 最终呢 就被绑架 这个绑架就是电影中呢 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孙子被绑架以后呢 绑架了多长时间呢 被囚禁了六个月 为什么六个月呢 是因为这个筹码谈不成嘛 那么在这个六个月的囚禁中 因为老拿不到钱呢 就为了吓唬啊 老盖地啊 就把他这个孙子的耳朵隔了一个 寄了回来啊 所以呢 在这样的重压下 保禄盖地呢 就是 经过反复的谈判 最终呢 这个赎回了他这个孙子 给了 大概是三百万块钱 三百万美元 那么这跟他一开始要的钱呢 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是很大的一笔数额 这个孙子回来以后呢 这孙子啊 这孙子确实很孙子 还是继续滥用毒品 81年就中风 中风以后呢 就是局部失明啊 然后严重的语言障碍啊 最后在论语中 度过了残生 那么你想 保罗盖地还是很不幸的 那么第三个儿子呢 是他家族中的 最兢兢业业的人啊 即便如此呢 也没躲过 盖地家族与丑闻的这种 就没躲过这个厄运 他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 盖地家族最值得尊敬的 一个慈善家啊 他在当地啊 在旧金山呢 这个 是个慈善家 但是他对歌剧啊 你看多雅呀 有钱呢 过去喜欢歌剧的人 都上了游社会啊 对酒呢 都情有独钟 那么在1999年呢 人们就发现呢 他在那个 他还有 外头还有一个密室 有个外室 秘密的外室啊 呃 他与妻子呢 有四名子女啊 但是他跟那个女人呢 也还有三个女儿啊 所以 在这个 美国这个社会 其实美国社会很严谨的 尤其在 几十年前啊 我们现在全社会啊 不管是美国社会 还是中国社会 都对这些事比较宽容 但是在几十年前 没有现在这么宽容 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呢 就一落千丈 有钱人的教育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比 这个没钱人的教育要难 所以呢 人性之恶啊 在金钱面前 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所以金钱世界 这个电影中呢 就有盖地的 这样的名言啊 或者说是他一句台词 他说成为有钱人啊 是个容易的事啊 做个有钱人很难 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吧 你们再好好体会一下 所有有 巨额财产的人 都一定有财产带来的烦恼 所以 盖地呢 因为他有钱呢 他就更加喜欢东西 他说美的东西呢 是一种纯粹的东西啊 他表里如一 不会让人失望 他说人身上就没有 哎 他这说的 我想想有道理啊 就是一件艺术品 他真的是表里如一 你外表上欣赏他这个美 他内在的美呢 是文化的一个积累 但人不是这样 人可能这个人看得很漂亮 我们 在社会上生活中 新闻媒体中 得到了大量的 各类的信息啊 一个很漂亮的人 可能有一个 很恶毒的心 所以盖地呢 在他一生中呢 就追求要盖一座盖地博物馆 盖地干博物馆呢 还真不是心血来潮 他读了很多有关艺术 和这个艺术史的书 参观了很多博物馆 和这个艺朗 他认为不够啊 他这些都做了以后 他认为都不够 所以他就专门向一些专家啊 这个去咨询 请教 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过啊 美国有很多大藏家 都有著名的经纪人 他每年给他发工资 给他相当一笔钱 然后在重大决策的时候 要请教他们 这一点跟中国的收藏家 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企业收藏家 往往都是刚愧自用 都认为自己有眼光啊 自己不就是看嘛 我看着好看就行了 我觉得之前就行了 但是美国的所有成功的企业收藏家啊 收藏的成果都是有专业的人员的把关的 而我们往往都是企业家自己就决定了这个事情 他也不愿意花钱去专业人员为他服务 这是文化的不同 我们跟美国文化之间有这样一个差异 就是我们对无形资产的重视 远远的低于对有形资产的重视 那么Gate在这个收藏艺术品的这个道路上呢 就是这个经过反复的筛选 他只收五类艺术品 他比较纯粹 第一类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理石 这个雕刻 雕塑啊 铜器啊 镶嵌品 壁画等等 都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第二呢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 这个不用问 我们都清楚 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啊 稍微有点名头的人 那都价格不菲 第三呢 他喜欢十六世纪的波斯地毯 波斯地毯 织起来非常的复杂 比织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地毯 那要难很多 而且图案极为细腻 那么我们提一下他的著名的藏品吧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一说 莫奈 梵高 提香 伦布朗 这些作品他都有 比如梵高的渊伟花呢 是他最著名的一幅藏品 什么时候买的呢 他都去世了 这事很新鲜 我们都认为 这么大一藏家怎么去世还买东西 对 他留下了很多钱 给盖迪博物馆 盖迪博物馆呢 是有人替他 这个管理这部分财产 每年还在升职 还在他的遗嘱向下 可以拿出钱来去买艺术品 当然他有一套流程 得有专家允许 1987年 保罗该对的博物馆 以5390万美元的价格 打破了梵高画作的这个记录 成为当时世界艺术品的最高世界记录 30多年前 5390万美金 比现在你花俩三亿美金买张画 要贵很多 那时候这5000多万美金 如何买中国艺术品 我觉得就用两个字 可以这个 可以解释叫席卷 那时候你要拿这个钱买中国艺术品 可以把当年世界上所有的中国艺术品 一股脑买光 87年的时候 中国艺术品 在国际市场价格非常便宜 那么他还有赛上的画 马奈的画 这个美国最好的伦伯朗的画 都在该地博物馆 他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收藏 那么该地博物馆在1974年就开始有了 他活着的 他晚年就开始在建设了 然后到了82年 这座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博物馆 当时有12亿美金 1982年 1982年12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我告诉你1982年全中国外汇储备 也没有12亿美金 全中国 1997年呢 博物馆就搬在了现在的这个地址 现在的地址 那么原来的那个地方呢 就改名叫该地别墅 它现在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该地别墅 一个是该地博物馆 那么该地博物馆呢 这个是97年正式开放 我大概就是在十几将近二十年前 那说起来就是他开放的那会儿 我去了 他位于呢 圣文尼卡山脉上的一个海拔不太高 881英尺的一个山崖上 他有个断崖 他把那个建筑建在山顶上 他山下呢 有个停车场 那停车场巨大 他觉得把停车场建山上呢 难看 所以他在山下建了一个停车场 然后在山上和山下之间呢 修了一个铁轨 一个铁轨呢 有个小火车 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呢 都坐小火车呢 几分钟上去 这火车是对开的 有上去有下来 所以很方便 我当时知道该地博物馆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 非常羡慕就去看 第一天去看的时候呢 结果关门 我就特扫兴 我为什么后来做博物馆 全年开放 跟我第一次撞钉子有关 我觉得一个人啊 远隔着千山万水 跑到一个地方 去看一个博物馆 突然不开门 你心里就很沮丧 幸亏我的时间 是我自个儿安排 所以我就说 那我再逗留一天 第二天再去 所以呢 第一天没看成 就开到他停车场 当时我错以为 他那个停车场 就是该地博物馆 那么第二天 我去的时候才发现 我以为的那个该地博物馆 只不过是一个停车场 你把车停在那儿 然后你就坐他的那个 小火车上山 那么上山有多漂亮呢 我很难形容 大家有机会去洛杉矶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看 因为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 如果你心疼门票钱 我告诉你 它是免费的 上面建筑呢 很现代化 就是 当然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想 该地这人有意思 我得看看他啥样 我想一定有他的资料 找了半天没找着 就问 一问 你说那不是在那儿呢 我一看 哦在那 我为什么没找着呢 是因为 按照我们过去的认知 这样一座博物馆的创建人 一定有一个比较大的雕像 或者搁在一个基座上 半身像 搁在大厅正中 或者做一个硕大的 这个全身像 站在这个庭院里 他都没有 他就做了一个标准的 据说跟他身高一边大的 一个铜像 站在地上 底下写着 包楼盖地 哪年生 哪年死 很简单 什么介绍文字都没有 当时我站在他跟前 跟他是平视的 我看着他 我心里有一番 非常强烈的感受 我说这样一个富翁 做这样一个博物馆 把一生的主要的财富 都扔在这个博物馆上 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他并不想炫耀 他这种思想 很像我们过去古人的思想 我们古人过去都是这样 你越有财富 越不应该炫耀 不是说你不希望 别人知道你有钱 而是不应该拿钱这个事 作为自己身上的一个筹码 该地就站在一个 静静地站在一个 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他不显眼 不代表你不对他充满敬意 如果他高高在上 在一个大基座上 你抬头看一下 你是仰视看他的时候 你可能对这个人呢 没有更深刻的认知 但是他站在地上 跟你平视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是 有某一种情感 是可以沟通的 所以盖地博馆的静馆里头 没有任何中国文物 乃至没有东方文物 我依然在里逗留了很久 上面还能吃饭 餐厅非常好 在上面俯瞰整个洛杉矶 是一个难得的人文景观 我离去盖地博馆 也有小二十年了 我都想什么时候 我在去洛杉矶的时候 一定要再去光临那家博馆 向盖地致敬 那么盖地盖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博馆 他的第三个儿子葛登 是他唯一的一个受托人 就是说遗产由他来处理 但是你知道这个富二代 有很多时候 对自己祖辈所创下的产业 没兴趣 首先他对石油事业就没兴趣 你说弄着一桶一桶的石油 有啥意思 我碰到很多国内的富二代 都对他父辈的产业没有兴趣 我们别说他什么产业 我一说什么产业 你就知道我在说谁 他觉得 他说我爹弄这事 什么弄这么意思 他因为生活状态好 用他爹的钱读了大学 出国旅游 开放了眼界 觉得兢兢业业 做这样一个基础的事业 没意思 不如搞一些什么 搞一些文学 搞一些电影 搞一些艺术 我又有钱 我又不在乎 所以很喜欢 干一些很虚的事业 就比如投资电影 做金融投资 喜欢做这种事 所以对自己家族的传统产业没有兴趣 那么这个保罗盖蒂的这个儿子葛登盖蒂呢 就是这样 他也是热衷于文学和电影 说白了他也是一个有钱的文青 他就是一个文青 他爹去世以后 他变个范的 把该迪石油公司呢 以一百多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另外一家石油公司 他这个动作 饱受争议 人都说这就是败家子 那么 由于家族大 你说家族产业你被卖了 那你肯定就引起各种官司 所以活得一点都不愉快 那么葛登呢 就是卖完了这个石油公司 惹了官司以后呢 还不算 然后到了1985年时候呢 他把他的家族信托 给解锁了 撬开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信托呀 是理财的一种方式 当你不能有办法 自我控制这份财产的时候 你就给一个信托公司 当时呢 这个保罗盖蒂呢 他有40亿美金 想起来就是30多年前 那40亿美金 非常多呢 就是 让这儿子管 这儿子呢 就使用了各种法律手段 第一个法律手段呢 就要损失10亿美金 他在所不惜 这钱不是他的 是他爹创下的财富 所以把这个10亿美元 先交了税 然后这钱就可以分了嘛 所以他就跟他 他自己和他的哥哥 这个还有乔治的女儿等等 就家族一大堆人 那乔治有仨女儿呢 一共就 三方就分了这个钱了 每个人分了 大概有7亿5美金 但其中啊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呢 这个是跟他们家族 比较远的人呢 每年才分3000美金 没啥钱 所以分的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啊 他家族当时有人测算 有24个家族成员 大概有50亿美金 就这么完全给拆分了 你想想 这话就应了中国老化了 叫富不过三代 钱是白来的 只要能分到我兜里有钱 能够花 我不管未来 从某种角度上讲啊 这个保罗盖蒂的这个设计是 错误的 如果当年他把这副文钱 全都买了艺术品 那今天我认为去 盖蒂中心啊 就是盖蒂博物馆 去的这个参观者和游客 会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站在世俗的角度去看 保罗盖蒂这样一个人呢 他是很传奇 很吝啬 这个你想想这么大的富翁 你到他们家打电话都要投币 都要自个儿花钱 你想他有多么吝啬 但是他在艺术品的这个收藏上啊 一帜千金 丝毫不利的色 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啊 看保罗盖蒂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对艺术极度大方的人 他对艺术 怀着一种挚爱 一个没有挚爱的人 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博物馆 也不可能投入如此之大的资金